各位走過旺角火車站的朋友 如果大家不趕時間的 很希望大家可以參與我們今晚 道列活動 今晚我們沒有橫額、沒有標語 大家走過只會看到 在我們面前 用蠟燭點成了三個數目字 這三個數字就是 7、2、3 上個星期六晚 7月23日在溫州 有兩輛列車相撞 追尾撞尾 導致死傷無數 現在真實的數字都未出現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 今晚參與的朋友 走過旺角火車站的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 可以過來點一支蠟燭 彰征我們香港人 對於中國內地 在今次鐵路大災難的死難同胞 我送上祝福 送上無盡的哀悼 在這裡我送上 有些朋友可以幫幫忙 我們今晚 其實最大的訴求是什麼呢 是很卑鄙的 這個訴求就是 希望有真相 到底今次的意外是怎樣發生 到底有哪些人需要負責的呢 所以稍後時間 今晚在場的朋友可以幫幫我 我想用蠟燭砌多兩個字 砌多真相兩個字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 最卑微的訴求 不過也不可能是最奢侈的 因為在中國發生這些 這個人禍 失誤 要得到真相 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都未必有 但我們覺得 我們是求真相 這個這麼卑微的訴求 是臨直慶狀的 即使裡面有什麼黑暴 有什麼人想隱瞞任何的事 剛才說 死亡者家屬的賠款 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們也都覺得他們 是值得賠到賠款 但這些賠款 絕對不是掩口費 絕對不是說 用這些錢 令到大家收聲 令到事件和國軍 就算所有家屬得到 應得的賠償 我覺得真相 是一定要追究到底的 追求真相 第一 是還死亡者這個公道 也還所有 有份參與這個 鐵路系統的一個公道 究竟是誰的錯 這個是第一 第二 是為了將來 如果今次這個鐵路的大昌浪 是找不到真相的話 鐵路局只要第一時間 恢復通車 那市民 我們以後還怎麼可以這樣 搭高鐵呢 市民 內地的同胞 以後又怎麼可以繼續搭高鐵呢 其實在真相 找到之前 我們覺得今天香港 我們都應該學評這個 高鐵的建設 要得 要迫使 祝國政府 去存在 交代 這件事件的真相 各位鐵路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 希望過來點一支蠟燭 點這支蠟燭 是代表我們 是對於723 溫州鐵路大災難的死難同胞 給一個祝福 和關注 悼獵 亦都是代表我們香港人 對於追求今次 這個災難 這個鐵路事故 真相的決心呢 是永遠都不會識別的 說話不需要講太多 因為如果大家有時間 留到8點27分 我們一起會有一個 民安的意識 這個時候 這個所有路過的朋友 可以過來點出一支蠟燭 去帶出我們的一個 很卑微的要求 就可以尋求723的真相 謝謝大家